因为就是亚洲地区糖尿病的发生率比较高的关系 所以目前的怀孕的妇女里面呢 几乎有快要高达每四个人里面有一个孕妇 她会有这一个血糖方面的问题 怀孕当中的高血糖呢 有可能会造成一些像是说巨婴啊 难产养水过多这些的并发症 所以说呢这些妈妈就是为了让宝宝能够就是说顺利的成长呢 其实他们都肩负很多这个身体跟心理上面的压力 认成糖尿病的照护团队 所以经由我们的医师营养师和卫教师共同照护呢 怀孕的妈妈可以就是把部分的这个压力呢 稍微放掉一些让我们来帮你们就是一起负担一些这个认成的时候的压力 测量的数值呢提供到我们的云端照顾的一个血糖平台 给我们看的话那我们可以做双向的一个沟通 做讯息的传递这样子比较能够及时的话 对于糖尿病的孕妇的话他们比较能够安心也比较能够放心 我们常提醒认成血糖的妈妈们呢 就是营养要充足均衡宝宝才会健康 那调整饮食的目的呢是为了让我们增加适当的体重 控制好血糖避免同体的产生 那怀孕初期呢我们会建议每天增加热量300大卡 以及适当的蛋白质 那搭配低糖的增糖的食物 依据每个人的情况不同呢 我们会建议妈妈们呢来跟营养师讨论共同的饮食计划 那运动方面呢每天建议呢运动是30分钟 餐后呢可以散步15分钟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饮食跟运动的部分呢先控制 如果饮食跟运动控制还没有办法把饭后的血糖压到120以下 把饭前的血糖压到95以下的话呢 可能就要开始进行胰岛素的治疗